新闻的热点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3月6号 现在是下午5点 我是张静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药文 今天下午 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举办第二场记者会 邀请政协委员谈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表示 要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正方针有信心 刘世锦表示 经过40年的发展 民营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在有一个通俗说法 叫56789 也就是说 民营企业创造了50%的税收 60%的GDP 70%的技术创新 80%的就业 90%的企业数量和新增就业 可以说 民营经济现在已经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修期与共 息息相关 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应该说呢 民营经济好了 中国经济就好 所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正方针 不能变 也不应该变 也变不了 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信心 就应该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信心 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正方针 也有信心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 于3月6号上午10点 在梅迪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 邀请国家发展改革为主任何立峰 副主任宁吉哲连威良 就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在谈到消费市场变化时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哲表示 2018年我国消费总量超过8万亿美元 食品支出占整体消费支出的比重 降到28.4% 达到了较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同时服务消费的支出比重接近50% 消费结构优化的特点明显 促进服务消费扩大 包括发展壮大旅游产业 扩大文化电影娱乐消费的好势头 拓展体育健身健康消费的新空间 我国消费持续扩大的基本面 是没有改变的 消费转型升级 并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投资转型升级 乃至整个经济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 长期看好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前行 我国面临的机遇 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 扩大出口 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 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 提高创新能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更是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作为2019年度的 十项政府工作任务之一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打造 强大的国内市场呢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 央广财经评论员王冠 听听他的看法 王冠你好 时间交给你 好的 谢谢张静 大家好 我是王冠 那么在今天上午呢 全国人大的举行的这场主题为 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记者会上呢 也是邀请到了国家发改委的领导呢 来进行记者提问的回答 那么我们央视的记者呢 就问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何去理解和打造 强大的国内市场 对此呢 国家发改委的主任何立峰同志 是强调说呀 要深入地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不断提供更多的高品质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国内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强大 接下来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思考是 强大的国内市场 要围绕着美好生活来下功夫 那么怎么说呢 要想打造强大的国内市场 我们要做到三个有 首先是要有钱 另外是要有设计 再来说一说呀 更关键的一点 要有创新 咱们先从有钱说起 今天的中国消费者 腰包是越来越鼓 我呀请您看一张图 这张图大家一看上去 很喜庆啊 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 热带水果榴莲 这个地点是在哪呢 是在泰国的著名的水果之乡 兼诸问府 这个地方其实挺偏的 开车到首都曼谷要四个小时 但是现在据日本媒体报道说 这里的奔驰车的销量 连续五年是节节攀升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当地果农啊 不管是到了榴莲 还是到了山竹收获的时候呢 所有的水果一采摘 全都出口到了 咱们中国市场 赚的盆满钵满 直接自己就买起了大奔 而同样的道理 可以类比的 还有智力的车离子 现在很流行一个网络热词 叫车离子自由 在今年的 我们的春节黄金周期间 智力出口到 我们中国的车离子呢 同比的销量增长 达到了32倍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惊人的 井喷的数据 占到了整个智力 对全球的出口量的 80% 那么实际上呢 在2018年 我们中国整体的 水果进口的比例 增长了在30%以上 您看 我们老百姓 对于进口水果的 消费的一个提升 是特别直观的体现了 我们对于 美好生活的一种需要 应该说 现在这个水果啊 贵不贵是相对次要的 能不能给我们一种 美好生活的一种 代入感 这变得更重要了 那么现在消费者呢 确实是不差钱了 我们更需要的 实际上呢 是我们供给侧的 结构性改革 接下来我们就要 和您说一说 有设计 这个怎么讲呢 说完了吃 咱们来说一说用 您看我手里拿的是 一个糖瓷缸子 满满的回忆啊 很怀旧 这个糖瓷缸子啊 现在呢 在网上的售价 大概是20块钱 结实耐用 而且您看 容量也很大 那么接下来 我要和您再说一款 网红的缸子 我都买不到 我没有办法把它 拿到我们的演播室 是什么呢 是星巴克在不久之前 推出的一款 限量版的猫爪杯 它的售价是多少钱呢 人民币199元 而黄牛党 已经叫价到了上千元 按理说 这个猫爪杯呢 装的很少 而且您看呢 因为它是玻璃的 还很容易磕碰 显然没有我们的 糖瓷缸子装的多 但是它更有设计感 它更萌 它更时尚 买回去呢 是并不仅仅可以喝水 更多的是看着很开心 发朋友圈 也很好玩 这背后啊 实际上是有一个 非常深远的变化 就是说我们中国消费者 已经从一种消费的 理性逾越 进入到了感性逾越的阶段 这个怎么讲 在改革开放的前半程 大家更认同的消费品 是像糖瓷缸子这样的 它皆是耐用 而且价格便宜 买完之后觉得特别实惠 特别值 这叫理性逾越 而接下来 尤其是今天我们消费者呢 逐渐它已经演变成了 一种感性的逾越 要看这个产品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猫爪杯 它是不是更有设计感 是不是更有一种情感的共鸣 是不是更有一种美学的共振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 感性层面的逾越 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消费者 日益增长的一种刚需 这对于我们接下来 中国产品制造 朝什么方向升级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和参照 好了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创新 同样是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 在不久之前 在巴塞罗那的新品发布会上 我们的华为亮出了必杀器 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柔幸屏手机 这款手机的定价是多少钱呢 达到了2300欧元 大约是18000人民币 这个华为的柔幸屏手机 一亮相就引起了 全球媒体的满堂彩 同时是刷爆了朋友圈 很多朋友纷纷问 是要在哪下单 与此同时 尤其是很多国粉 过去是用苹果手机的朋友说 说我们这下要转回华为了 这个产品实在是太酷了 您看 这就是坚持创新的力量和价值 那么也只有创新 才能给我们的消费者 带来源源不断的 这样一种新鲜的刺激和体验 与此同时 也能让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 这个边界在不断的扩容 没错 正像我们19大报告 所指出的那样 创新是引领 未来发展的第一动力 同样创新也是打造 我们中国强大国内市场的 最为重要的基石 您看 消费者的钱包 和这种消费意愿 全都有了 那么更好的设计 和更棒的创新 我们依然在路上 这就是本时段 我和您共同分享的思考 那么在明天上午的11点 我的同事刘哥 会继续为您带来两会 财经快评 好的 谢谢王冠生动的解读 打造强大的国内市场 离不开消费品质的提升 当然除了提到 刚才他提到的吃用之外 美好生活还离不开美景 你看随着气温逐渐回暖 部分地区陆续进入了 赏花踏青的好世界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 一起去看看春天的美景 在四川人寿的青岗香菜花物中 金黄色的油菜花竞相开放 把连民的田野装点得如湿如画 浪漫为美 不少游客站在田梗上 驻足拍照流连忘返 随着雨润大地气温回升 江西干州崇溢县 龙沟乡冷山凉田花海里的 千余亩油菜花也迎春盛放 放眼远眺 金灿灿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边 游客行走期间 既可呼吸到新鲜空气 感受春天气息 也可随意抓拍 留住美丽的春色 金色的花海 美丽的村庄 朦胧的山巒 遥香灰影 形成一幅江南田园画 宁静而美丽 春回大地 在贵州星人市城北 索寨村桃花山上 千亩桃花静香盛放 放眼望去 呈现一种远看清新淡雅 近看粉嫩娇艳 细看朵朵争春的景观 进入三月 重庆长寿湖 西岸景区公园的 玉金香迎来了赏花期 今年景区公园 一共栽种了60个品种 31种颜色的玉金香 共计100万株 其中百寿园 百花岛 水上游乐中心 三个集中布展景点的花期 可以从2月初 一直持续到3月下旬 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 赏花看景 享受春日时光 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资讯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到9号 我国江南中南部和华南的部分地区 将持续出现中道大雨 局地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要加强防范 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 在江苏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重庆 以及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 还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中央气象台于今早6点 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提醒当地人们注意出行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冬奥会的消息 记者从张家口市政府获悉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76个场馆 和基础设施项目 将于明年8月底之前全部完工 据介绍 张家口今年将保质保量 推进场馆和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云地